七诀曾言,其或催民其道心,做梦都撕底下金。随后葬风俗兴起,我国曾献诸多珍贵墓葬,此类墓葬中珍宝家品无数千百年间,诸多居心叵测之人,亦将盗挖他人墓葬,看作致富手段,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在曾经的中国社会中受思想水平的限制,世人对于怪力乱神之说无比信奉,正因如此,古人认为,人在去世后会前往另一个世界生活,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之下,后葬习俗随之兴起,人们对于墓葬之事更是无比看重。 基于后葬习俗的影响,许多达官贵人的墓葬中都有着数不尽的金银财宝,这也催生了盗墓行业的发展。 曾经,我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敬业的盗墓贼,为了成功盗挖泛增之墓,他在此墓上建起一座房子,并用二十年的时间将墓中宝物悉数搬空。 那么,这位敬业的盗墓贼究竟何许人也?后来的他又有着何种结局呢? 元朝时期,有一位贫困潦倒的男子名为贾胡,而他便是我国历史上最敬业的盗墓贼,因贾胡并无正经工作,也没有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所以,平日里的他只能靠到处借钱维持生活,一次偶然机会下,贾胡在街上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好友,与从前的不同的是,这位好友早已摆脱贫困潦倒的生活,反而衣着光鲜,看起来便像是个有钱人。 为了能够过上和好友一般的富裕生活,贾胡当即便向好友打听是如何变得富有,因两人关系本就密切。 所以,那位好友便为贾胡指明了一个致富录——盗墓。 虽盗墓并不是一项合法致富手段,可贾胡却并不在乎,毕竟多年来的困苦生活早已使得他放弃了做人的底线。 紧接着,贾胡便开始四处打听,附近何地买有珍贵古墓,与此同时,他更是翻阅许多古籍资料,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有关盗墓的知识。 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贾胡得知,附近刚好有一处范增之墓,而这位范增便是秦朝末年时被项羽尊称为亚父之人。 乱世背景下,范增投奔于项羽麾下,曾经的他为项羽贡献无数奇谋,这也使得项羽实力倍增。 在这段时间内,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范增亦被项羽称为亚父,然而,后来的项羽却遭离间计陷害。 与范增生出嫌隙,自此,范增项羽分道扬镳,而这位奇才范增则在返乡路上因病逝世,在贾胡看来,既然从前的范增有着如此尊贵的地位,便意味着其墓中必定会有无数宝贝。 随后,经过连日来的努力,贾胡终于确定范增之木所在的具体位置,可接下来,又一个难题摆在贾胡面前。 尽管当时的贾胡已经成功找到范增之木,但他却始终未能找到木门所在之处。 无奈之下,贾胡只能够用最笨拙的办法,一敲一敲地挖开范增增上的封土,因挖土的工作量较大。 所以,他便决定在范增增上盖起一座房子。 这样一来,他便能够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日以继夜地到挖范增之木,更好的独占范增增中的珍宝。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贾胡终于成功挖开范增之木。 而贾胡也创造出盗增史上的一段敬业传奇,凭借着墓中贵重的陪葬品,贾胡摇身一变成为富人,过上了阔绰的生活。 对于贾胡这样一位没有工作却突然报复之人来说,其生活质量上的改变亦引起当地官府的注意。 随后,在官府对贾胡进行调查时发现,他的财富居然均源自于盗增。 最终,贾胡辛辛苦苦二十年搬空的财产均被官府充公。 自此之后,他亦失去了原本的自由生活,只能在牢狱当中度过余下人生。 尽管贾胡是一位非常敬业之人,然而他努力的方向却存在偏差。 正因如此,后来的贾胡才会遭到官府制裁,从此失去获得幸福生活的机会。 若是贾胡能够将自己对盗墓的执着用于学习一门手艺或经营事业, 或许他也一定能够凭借着双手的努力为自己争取更为美好的未来, 并非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基于此类历史故事的经验教训, 相信人们将会认识到遵纪守法的重要意义。 当今社会中,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很多人都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 避免因自身的错误举动。 对未来人生造成负面影响,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六月, 清朝大军打败了台湾的正式势力, 严平王、郑克爽投降, 标志着康熙收复台湾,完成了统一大业, 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大军凯旋在前线带兵的师郎被康熙封为靖海侯, 而经营福建多年, 为清军提供后援的姚启胜却没有被封决, 桃园早在《全这诗话》中是这么解释的, 澎湖凯旋,狼与海盗奏结, 七日耳底惊诗, 少保浅飞其游内地持报, 持狼二日,狼已先封靖海侯已。 意思是, 师郎和姚启胜同时向京城送捷报, 结果师郎派人走水路, 而姚启胜走陆路, 师郎的人七天到达京城, 比姚启胜早了两日, 等姚启胜的捷报送到康熙手里时, 康熙已经封师郎为靖海侯了。 因为捷报送得慢, 所以没有被封决, 这让人难以置信, 姚启胜是清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为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大业, 做出过巨大贡献。 本文, 笔者将和大家分享清代名臣姚启胜, 希望通过史料的记载与分析, 让大家了解这位清代其人一生之风采。 一, 少年持侠气, 持剑扫不平, 根据青事稿, 列传四十七记载, 姚启胜, 自西指, 浙江会计人, 邵任侠自喜, 名记为诸生, 姚启胜, 自西指, 浩幽安, 浙江会计, 金浙江绍兴, 人, 姚启胜出生于明朝天启四年, 他年少时不仅英俊替躺, 而且非常勇武, 颇有豪侠之气, 姚启胜所在家族是少兴大族, 姚启胜少年时, 曾在松江之府赵大人家做客, 实在, 少客松江赵太守所, 午睡大憨, 同仆窃窥知, 则雕虎也, 意思是, 姚启胜在赵大人家午睡, 憨声如雷, 毫不避讳, 有同仆偷偷看他, 见他仿佛是一只雕刻的老虎, 明朝末年, 姚启胜曾被选为当地的诸生, 清军入关那年, 姚启胜刚满二十岁, 后来清军占领江浙一带, 姚启胜的族人投靠了清军, 加入汉军湘红旗, 姚启胜起初不愿意跟随族人, 他离开家乡, 前往通州, 可是, 在通州, 有几个豪强三番五次欺负姚启胜, 姚启胜走投无路, 最终还是投降了清军, 清廷见他不仅有才学, 还有武技, 因此委任他为通州之州, 这是姚启胜第一次当官, 他当官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 把曾经欺负他的那几个豪强抓住, 将他们杖杀, 然后再辞官而去, 从姚启胜的杀豪强这件事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 姚启胜却有少年侠气之风, 第二, 姚启胜这一次投靠清廷并不是他本意, 或者说, 他短暂地做通州之州就是为了报仇, 苏世在刘侯论中曾有言, 匹夫健如, 拔剑而起, 挺身而斗, 此不足为有, 姚启胜当时毕竟年轻, 有几分血涌之气, 也在常理之中, 接下来这件事更能看出他的这种性格, 姚启胜从通州刺官后, 一个人到了萧山, 在路上, 他遇到两个兵族, 抢掠一名女子, 女子的父亲还在后面边追边哭, 姚启胜健壮, 顿时血气上涌, 他上前夺走士兵的佩刀, 连杀二族救下该女子, 将他送到他父亲手中, 就这样, 江湖侠客姚启胜在江南游荡了十余年, 行侠仗义, 逍遥自在, 这期间, 他的族人不断劝他回乡, 他总是拒绝, 好在他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女子, 这位女子便是姚启胜的妻子和氏, 施宰, 和氏一决有力, 举石救如无物, 攻其之, 取焉, 意思是, 姚启胜游荡江南的时候, 遇到一位其女子, 此女性和, 力大无穷, 能够举石救, 石救是古代捣古物的重要工具, 极其笨重, 和氏不仅能举起石救, 还能如无物, 可以说毫不费力, 姚启胜非常惊奇, 后来取了和氏为妻, 在数十年的江湖之路上, 和氏和姚启胜一路相伴, 也算是江湖侠侣了, 顺治十六年, 三十五岁的姚启胜, 经过族人的再次劝说, 终于选择回归家族, 族人将姚启胜的家产归还于他, 而姚启胜也自然被纳入到八旗汉军湘红旗, 四年后, 也就是康熙二年, 四十岁姚启胜参加湘市, 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举人, 视为戒员, 然后他以八旗举人的身份, 被授予广东香山县令, 姚启胜带着七子和氏到达广东香山之后, 发现前任县令在该县留下了数万两的亏空, 因为前任县令已经被下语问罪, 而康熙帝又让填补亏空, 这意味着数万两亏空全靠姚启胜在任期内偿还, 姚启胜不愿剥削百姓, 只得自掏腰包, 先把亏空填补, 当地百姓听说后都非常感激他, 穷则独善其身, 打则奸济天下。 从一个江湖侠客到一个不忍剥削百姓的父母官, 姚启胜的蜕变符合儒家之导, 姚启胜在香山一共待了六年, 他厌恶贪腐, 爱护百姓, 赢得了不错的声望, 到了康熙八年, 姚启胜觉得广东本是沿海地区, 百姓和商谷都可以靠大海为生, 但朝廷却禁止船只下海, 对百姓不利, 因此姚启胜上奏给康熙, 要求开放海舰, 姚启胜的这个想法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海舰乃是清朝的国策, 康熙帝当时为了兼闭清野, 孤立台湾正式, 因此不允许沿海船只与正式接触, 并且让沿岸百姓类签, 史称沿海谦见姚启胜的辞举和康熙的决定正好相反, 因此姚启胜被御使们弹劾, 最后被把关, 被贬官后, 姚启胜带着全家回到绍兴, 他本以为余生可以做个无忧无虑的田舍翁了, 可是到了康熙十三年, 他的平静生活再一次被打破, 先是康熙十二年, 吴三桂起兵造反, 当时战乱并未波及到浙江, 可第二年, 同为三藩之一的靖南王耿京忠举兵与吴三桂呼应, 耿京忠从福建一直攻到浙江, 看到家园被毁, 家乡人民受难, 姚启胜的侠义之心再也按捺不住, 同年, 康熙命爱心绝罗, 杰叔, 康熙的堂兄, 丰康亲王, 带兵镇压耿京忠, 杰叔进入敏这一带后, 广泛招募父贤在家的官员和壮兵, 姚启胜因此被杰叔征兆, 跟随姚启胜一起被征召的还有他的儿子姚以, 以及他招募的数百壮士, 青石岗姚启胜转约, 启胜与紫义募建而数百一军, 以策干网, 姚启胜先被杰叔任命为诸记县令, 这是姚启胜第三次围官, 在诸记, 他曾带兵清剿紫廊山土寇, 因公被提拔为浙江温畜岛千世, 随后, 姚启胜带兵剿灭松阳和宣平两帝的叛军, 接下来的几年, 姚启胜配合清军主力连战连结, 耿京中投降, 三藩之乱爆发之际, 台湾的郑京, 也称郑锦, 郑成功之子, 也趁机侵犯福建漳州, 泉州等地, 姚启胜跟随康亲王杰叔, 攻克少武和兴话, 赶走了郑京, 当时清军连年评判, 国苦空虚, 前方军想紧张, 姚启胜自掏腰包, 便买祖产, 献给康亲王杰叔五万两白银, 以供君资, 待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后, 康熙帝论功行赏, 因姚启胜战功卓绝, 又君资有功, 被晋升为福建总督, 从布衣田舍翁, 一跃成为封疆大吏, 姚启胜的机遇也算罕见, 只是, 姚启胜这几年在战争中受过伤, 其中背部的伤痕, 更是让他饱受折磨, 值得一提的四, 他的儿子姚启, 也因公被授予郎中之职, 笑亭杂录中说, 姚启胜一家三口都是奇人, 姚启胜自己性格怪异, 称得上是个侠客, 姚启胜的妻子像个壮汉, 而姚启胜的儿子姚仪, 更是一位大力士, 根据记载, 姚仪力大无比, 他用硬弓可以在百米之外, 射穿四层铁皮, 有一次, 姚启胜尝试用四匹马拉着车往前走, 结果姚仪在后面硬生生将马车拉住, 姚启胜担任福建总督的时候, 和当朝大学士纳兰, 明珠不睦, 明珠便让他的亲信徐原文上奏弹劾姚启胜, 好在康熙是位明军, 不但没有追究姚启胜, 还把徐原文的奏折公开了, 姚仪知道有人弹劾自己的父亲, 便对徐原文怀恨在心, 有一天, 姚仪打听到徐原文的哥哥徐前学, 从外地出差回来, 他藏在卢沟桥下, 等徐前学的车架从桥上走过时, 姚仪出手了孝亭杂禄云, 似于卢沟桥, 似骑车数十成至时, 公子顾兼人力, 乃拽其车尾, 进先于巨浪中, 姚仪拽住徐前学的车尾, 连人带车把徐前学扔进了河里, 大力士也不过如此, 事后, 徐氏兄弟找康熙告状, 康熙听闻事情的经过后, 不但没有怪罪姚仪, 反而说姚仪此举, 大快人心, 他有如此之风, 当个郎中太取材了, 把姚仪改授为都督千世, 三, 总督治福建, 运筹收台湾康熙地年少登基, 有大智, 三番, 台湾, 曹韵这三大问题, 一直是他最想解决的事情,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明朝末年, 荷兰人趁机占领台湾, 后来民族英雄郑成功赶走荷兰人, 收复台湾, 虽然康熙和郑成功都是我中华56个民族的成员, 但郑成功被明朝封为严平王, 他属于明朝之臣, 因此台湾正式长期和清朝对立, 郑成功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郑经习成严平王, 郑经多次带兵袭扰福建和广东等地, 福建沿海包括金门和厦门在内的几个郡县, 也在郑经的控制之下, 因此, 康熙地在解决完三番问题之后, 便立志要收复台湾, 因福建疲临台湾, 所以福建总督姚启胜, 则成了收复台湾的关键人物, 姚启胜自然知道, 祖国统一乃是大势所趋, 他到福建后给康熙上了一道奏折, 其中提了十条建议, 大概的内容包括, 调集优秀的将领副福建, 准备收台, 并沿岸增设两阵总兵关, 调集江浙一带的粮草和兵马, 屯于福建, 并在沿途设立一战, 方便战时运输, 修建战船和军械, 清理福建清军中的虚报名额, 拒绝吃空想, 以免影响战斗力, 设立临阵讲法制度, 以阵军心等姚启胜的建议, 被康熙连连称赞, 康熙下旨让姚启胜具体施行, 姚启胜在福建经营了七年之久, 他修建防御攻势, 训练将士, 建造战船, 直等时机成熟, 这期间, 姚启胜逐渐扫平收复台湾的阻碍, 在康熙十七年, 姚启胜从郑京手中收复了平和, 张平, 常泰, 同安等福建沿海郡县, 正经麾下大将刘国轩几次, 败于姚启胜之首。 康熙十八年, 刘国轩立再次出兵, 准备从清朝手里夺回常态, 姚启胜带领福建巡抚乌星座等人, 将敌军击溃, 俘虏一万四千多人。 第二年, 姚启胜率军渡海, 攻下金门和厦门, 相当于拿下了整个福建, 为清军收复台湾打下的基础, 此乃大功, 康熙帝封姚启胜为兵部尚书, 太子太保, 后又受姚启胜世袭齐都位, 加一云齐位, 在古代, 太子太保位列三师, 姚启胜从这一年开始, 达到官场巅峰, 此时, 他55岁, 姚启胜40岁终局, 中间还被罢官, 他在家赋闲了五年。 然后55岁还能登顶, 实在非一般人物, 康熙二十年, 正经去世, 他主义的长子郑克赃, 被权臣冯熙帆杀害, 冯熙帆立正经次子, 年仅十二岁的郑克爽为严平王, 此时, 台湾内哄严重, 姚启胜觉得这是大好时机, 姚启胜虽然也能带兵打仗, 但他毕竟不擅长海战, 这时, 他向康熙推荐了一个重要人物, 侍郎, 侍郎原是郑成功之父郑之龙麾下的旧将, 后因郑成功杀了侍郎的父亲和弟弟, 侍郎被迫降清, 在清廷, 侍郎一直不受重用, 这次被姚启胜举荐, 担任水师提督, 康熙22年6月, 侍郎率领200多艘战船从铜山岛出发, 姚启胜不仅在钱粮方面全部支持到位, 还从总督府另外调拨3000人, 跟随侍郎出征, 侍郎先在澎湖打败政军, 俘虏正是一万余人, 澎湖失守, 相当于台湾门户大开, 7月13日, 侍郎登陆台湾, 郑克爽投降, 从此, 清朝完成了统一。